台南市金发局为了促进买气 每年都举办台南购物节 去年也推出一系列的精彩活动 并配合辖区商圈、大卖场、量饭店及各式产业 形成绵密的销售网 创下了21的销售佳基 我们特别也跟在地的一些商圈来做行销的一个活动 包含办理大新宁、嘉莲华 还有家里商圈购物节 马豆商圈购物节等一系列的一个活动 那在年底我们也推出了台南商展围棋三天的一个活动 那这三天也创造了4万的一个消费人潮 那消费金额达到5000万元 小夫人指出 今年的特约商店比去年增加了162家 共有1684家特约商店 而金发局为了鼓励特约商店积极参与 今天也在明治市政中心选出前20大销售人气王 自证奖牌以示鼓励 今年呢我们就是配合他去推广这个发票登录 到我们各个店去办这个推广发票登录的活动 那由我们来提供赠品给配合的民众 那让民众呢在到家乐府去消费购物的时候呢 还能够有额外的机会有机会得到这个大奖 还有我们提供的赠品 所以消费者的反应也非常的好 台南大圆百配合整个购物节活动 我们推出了相当多的活动 包含了结合我们周年庆的活动 另外也是刚好适逢一个夜旦节 所以我们在大门口广场也注入一个台南市最大的一个圣诞树 那结合圣诞树呢 我们也引进了台南市台湾第一次的一个扭蛋机的活动 所以说在整个氛围上创造非常多的一个人潮跟客潮 结合购物节的一个赠送了一个200元的登录的活动 整个在市业绩上有非常多的提升 2017台南购物节民众满意度高达8成 总计登录区号累计将近500万柱 消费范围涵盖十一住行育乐 不少店家都期盼未来能够继续去办 检发局也希望能够以此模式 持续挹注相关的宣传资源 让台南购物节能够成为台南市指标的商业活动 再创辉煌家机 记者黄公文台南采访报道